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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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Antoni! 有我今天去行山的 但這裡是市區來的 我們今天去行最近市區的山 地鑫站一出來幾分鐘就可以看到山的 帕甲山島自然經的入口位於英王道 由質魚沖站或太古站走4分鐘就到了 隨時隨地可以即興行山 10分鐘左右已經到達第一站了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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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這棟東西很漂亮啊! 有沒有人住的? 以前真的有人住的 以前是太古堂廠高層的宿舍 現在就變成教育中心了 我們過去拍照 好啊! 旁邊屋又叫做紅磚屋 在二戰之後重建過 有綠色的建築好像去了外國一樣 旁邊屋一走出來忽然見到一片芒草斜坡 想不到過了芒草櫃都還有這麼大片芒草 山坡小小 不過拍照也好開心啊! 字幕提供 繼續向前走 轉入去質如蔥樹木研俠徑 在樹蔭下邊走的感覺好舒服 慢慢走 走走就會看到一間廢棄了的石屋 原來是儲良石室遺跡 拍出來有點廢墟的感覺都頗美的 你知道這裡這麼多個洞是來做什麼的嗎 我知道 被人家躲起來的 你猜你躲起來 人家真的看不到你嗎 其實這裡是以前打著的時候被人煮飯用的 是爐來的 在二戰期間糧食不足 當時的港英政府曾經設置多個公共飯堂 其中一個公共飯堂就在這裡 玩了這麼久 其實連山腰都未上到 要繼續努力走上山 在康帕郊遊京專上樓梯走上觀景台 觀景台有海拔二百多米高 可以看完東區 維港 甚至去到九龍 以為走到觀景台就可以下山 還未完的 來到大風咬涼亭 在後面樓梯走上去 雖然走得好辛苦 但天梯頂的美景真是不得了 360度 無正無掩 可以看完整個大潭水堂 真是好美 遠路走上去大風咬涼亭 之後向沙基灣方向下山 跑完馬拉松 要衝線的感覺 Yeah 經過沙基灣沛水庫遊樂場 再走下去就是輕冬村 走了這麼久 下山要馬上去醫肚 試一下沙基灣東大街的名物 整個行程就完滿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